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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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途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途指示明镜与点栏目 刀营 新缩线是在另一边的 自行地铁与点栏目 但我看过Google 最近也有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我們遊客就買票,把紙幣進去 我們要選擇折扣券的畫面 即是折扣票 你便會選擇TOKYO METROPOLIUM DISTRICT PASS 意思是東京都一日通行證 760日圓,即是很划算 因為平時買一程都180日圓 但有時導遊說,最好不要買來回票 因為有時過了時,那張回程票都失效 但我們買這張一日通行證 是相當好的 因為我們那天搭了五、六程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待會也會介紹一下 DAY PASS是這樣的 可以搭載這麼多的地方 總之是東京都內 東京都內都可以搭載 760日圓 出閘和入閘 出閘便可以搭載 這樣便可以了 這裏就是信龍丁站的出口 你剛才說,你選擇了6號、8號車出 你便會出了信龍丁站的出口 你一出口,你轉到右邊 你已經看到SOKA GAKA 這一座便是 這個SOKA GAKA便是 這裏放大看清楚 這裏就是創教學會的總合案內 即SOKA GAKA Visitor Center 即是訪客便來這裏登記 我們創教學會的會友 你會在當地自己的國家或地區 申請一封介紹信 會寫你屬於哪個本部、哪個地區 有你的名字 如果你的家人未入信 你也可以寫上他的名字 當然,有些館是會員才能入 但有些館是公開的 人人都可以入 這裏你首先要來這裏教訊 他便會給你一張地圖 教你怎樣走 這裏看近鏡 創教學會的Visitor Center 這裏也有本日開館的情況 譬如去廣宣留佈的誓願堂 他會說什麼時候開的 那就是今天 但我去到上午沒有開 另外創教文化中心 又是幾點鐘開 還有這個信隆平和會館 譬如他寫了優館 進去後,職員會給你一些資訊 他會給你一幅彩色的地圖 他會給你一幅彩色的地圖 他會告訴你 這裏是誓願堂 創教文化中心 譬如這個廣宣門 這個北面的創家門 以及裡面有一些展覽廳 數位展覽廳 中間這裏 打開的是我們創教學會的地圖 因為在信隆堂 我們有很多個會館 就不止一個會館 所以就會寫下 以及什麼時候開放 我們剛才沿著那條路 一直向前走 這個就是那個詢問館 剛才拍了 以及這個就是誓願堂 然後我們向前走 就宣佈 這裡有一個誓願堂 然後再向前走 我們這裏就會去到這個文音 這個文音 以及這個世界聖教新聞會館 那裏會幫你拍照 這個誓願堂 就是需要有會員才可以進入 而做供養的地方 就是講宣會館 如果你想來到這裏供養 就可以在這裏 另外剛才有拍照 補光會館 以及其他信隆堂的平和會館 這裏就會介紹每一個會館 他們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如果不同時間 你會有櫻花等等 這樣 你一走出去 就會見到這裏就是誓願堂 我們終極想來這裏的目的 就是誓願堂 你會見到這裏有八條柱 這八條柱是有意思的 這裏就是代表法華經的經文 我們看看 就是這個叫做 古言菩薩勸法品第28 這裏 這八條柱 就代表這八個字 當起遠形 當如敬佛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佛聖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佛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誓願堂